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约翰福音第15讲 耶稣被害的过程 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8章19章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 过了吉伦西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 他和门徒进去了 麦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 因为耶稣和门徒经常上那里去聚集 那就是说 耶稣经常带门徒到那里来聚会 因此他所去的地方 是犹大他所熟悉的 那么耶稣基督的勇敢跟威严 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猜疑 要来抓拿他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避开 反而勇敢的出来面对他们 那么他的威严呢 我们可以想象的来 抓拿耶稣的人必然不少 他们不需要惧怕 一位手无寸铁的人 但是当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就是的时候 他们竟惊恐地倒在地上 我们在这里注意的 我就是 这个就是耶和华神 尊贵的名称称谓 这个名称充满了权威 还有威严的 那么他的爱故 当耶稣要求来抓拿他的人 只抓拿他 而让他的门徒离开 可见他十分的爱故 他的门徒 他甘愿顺服与自于死 西门彼得想要救耶稣脱离险境 但是他却拒绝彼得的帮忙 他说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耶稣基督顺服与自于死的 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当年做大祭司的不是亚纳 而是该亚法 我们可以参考十八章十三节 因此在非法的审讯之后 耶稣还要被押到该亚法那个地方去 按照犹太的法律 受审的人在被盘问以先 可以为他自己来申辩 但是现在却是大祭司先来盘问耶稣 耶稣就提醒亚纳 你为什么问我呢 此外 假若他们要收集证据 可以从听过那教训的人得知 那又何必要问他呢 有一个猜疑 用手掌来打他 这个更显出来他们的不义 面对这不义的审判 主耶稣仍然显出他的勇敢 不屈的精神 他为人的罪的缘故 甘愿接受这不义的审判 彼得他三次不认主 那么这一段经文记载了 彼得三次来否认主 这是他的软弱 主被带到彼拉多的面前 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 死囚的判决是要交到巡服的手中 判决死刑不是犹太人所人做的事 所以彼拉多就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你是王吗 耶稣的怀答指出了两个事实 第一 他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主耶稣并没有否认他的王权 但是他不是世上政权的王 假若他真的是这样的王 犹太人是不会对他不满的 他是一位属灵国度的王 他的王国不是以征战的方式来到 而是在人的心中 他以爱胜过人心里的罪恶 他曾如此的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 法利赛人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 路加十七章二十二十一节 第二 他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真理而做见证的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将有关神的真理 人的罪恶的事实 还有关生命的道理 来告诉世界上的人 面对真理 人只有两个选择 不是拒绝真理 就是接受真理 人不能够有中间的立场 而属于主的人 必定会接纳真理的 第三 拒绝真理的人 就是拒绝主的人 纵然找不出什么罪 仍然要将主耶稣杀死 这正是神要完成他救赎计划的方法 主耶稣若没有死 人类便没有救赎的盼望了 耶稣跟彼拉多之间的谈话 罗马人打罪犯的鞭子 是用皮带做成的 上面牵有小块的骨头或者金属 能够让那个挨打的人 脾开肉绽 鞭打 原来是属于死刑的一个部分的 但是这个时候彼拉多并没有判处主耶稣死刑 反而想要免他一死 所以他就用比较轻的刑法先鞭打他 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 穿着纸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这是一句迷样的话 同时也表达了同情和轻蔑 彼拉多或许是想要引起众人 注意耶稣头戴的冠冕 身上伤痕累累 满不医学的模样 能够博得他们的同情 而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放过他 所以耶稣基督 他接受了这个不公不义的判决 第一 他刚犯了什么罪呢 第四到第七节说的 彼拉多曾经三次宣告 查不出耶稣犯了什么罪 第二 权柄的所在 在第八到第十一节 当彼拉多听到有人说 他是神的儿子 他就害怕了起来 不知道是真是假 第三 正式的来判案 十二节到十六节 犹太人坚决要杀死耶稣 他们宁可称凯撒为他们的王 这是犹太人本来不愿意承认的事 也就是说 他们宁可接受罗马帝国的罗瓦 或者皇帝 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是他们的王 这是犹太人 他们宁可是这样做 那么十字架的真理 耶稣当他被定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两边有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约翰福音并没有详细的来描述他们 而在路加福音则特别的记载 其中有一个讥笑耶稣 另一个他有悔改 并且得着主的应许说 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第二 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面写上了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 是用希伯来文 罗马文 还有希腊三种文字所写成的 代表着当代世界上面三种不同的文化 第三 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下 人的罪性仍然显露无遗 这些兵丁 他们为了要争夺耶稣身上的衣服 那么他们就甩字 这一种情景正显示了罪的实在 在本段的经文当中 耶稣要见证主为世人舍命的事实 并且要指出来主耶稣的死 乃是要应验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 因此他引用了两段的经文 第一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是引用民数记第九章十二节 那么这一节经文论到逾越节的羔羊 主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了 第二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引致于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 那么这一节经文乃是论及到 弥赛亚所带来的救恩 现在当人仰望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就可以得着丰盛的救恩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又记载了有两个见证人的见证 一位是亚利马太人 另外一位是尼格迪姆 他们都是犹太人当中有地位的人 他们也是公会的成员 在耶稣受到公会审判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场 假如他们在场的话 他们显然是没有公开的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也没有反对公会的判决 可是他们如果这样的一个表现 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惧怕犹太人的排斥 以及罗马政府以他们为耶稣的同党而遭受到牵连 可是他们两个人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 他们的表现通通改变了 他们也不再有惧怕了 尼格迪姆更公开的带着一百多金 墨药还有城乡来告耶稣的身体 亚利马太约瑟竟敢去向彼拉多要求 领取这一位死求耶稣的尸体 这两个人他们所表现的 显然跟之前他们在公会里面 他们好像默默不语 都没有特别的公开表示什么 主耶稣基督曾经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十字架实在是福音的大能 能够改变一切相信的人 不单能够帮助人 从罪恶的捆索当中释放出来 也能够使懦弱胆怯的人改变过来 勇敢的为这十字架来做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亚利马太人约瑟 还有尼哥底姆 他们就是一个活活的见证 我们真的是要因这两位 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 他们才改变的这两个门头 我们要因他们而来快乐高兴 更加的来感谢神的带领 好了我们今天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我们再继续的谈感谢神的带领